其实接下来这道题 在一同带我们打卡的短片当中 他略微进行了一些描述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以下为南昌起义后 某支部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请问该部队的指挥官 是下列选项中的哪几位 答题开始 请答题 答题时间到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请看 A 朱德 D 陈毅 我们听的专家老师怎么说的 他的难度实际上是难在中间这个点 因为三合霸 它在我们军史上 它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战役 主力部队就是周恩来 贺龙他们带着主力部队就去了朝山 留在三合霸的是朱德率领的 那么是掩护主力 主力部队到了朝山之后 实际上 实际上他被打散了 所以朱德的这支部队后来是列经千贤是上了井冈山 到28年4月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的余部 在井冈山实现了会师 所以萧克将军说的 没有三合霸分兵 就没有井冈山会师 而且这个三合霸 它对我们军史上的意义 就是此后我们认识到 中心应该转到农村 然后打法应该从正规转转到游街站 好 谢谢专家们的讲解 下面一道题有意思了 推理题 请看大屏幕 请根据以下表格提供的信息 把一号和六号空格填上对应答案 答题开始 请答题 我们中央坐在地 开始 开始在哪 好 答题时间到 看一下这道推理题 大家推出来的答案 一样不一样 哦 有区别了 有区别 有区别了 首先那个燃时节黄家敏 能跟我们说说吗 为什么一号空没有填呀 主持人刚才您说了要注重时间 结果我就一紧张 就只填了这个六号空就忘了 所以是怪沈涛呗 是吧 这个锅我不呗啊 下次提醒我要更加地小心 答题正确率的前提下 再去追求时间 然后其他有几个答案是不同的 有人只写了上海 有人写的是上海和嘉兴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一号空 上海嘉兴 六号空 莫斯科 只有三组完整的答案 这一句假的一张白 好好的 嘉兴没写 那我还是太着急 他赶时间了 这种合适了啊 这个真实 就是我吧 把那个嘉兴乐掉了 我提交了 但是我还是想起来想撤回 已经不行了 对对对 因为当时可能还是有一种 急躁的心理 然后只写了上海 嘉兴没有写